歐洲國家土耳其的總統大選 也將在下個月登場 尋求連任的總統愛爾多安 前兩天卻在接受專訪直播時 因為身體突然不舒服 而臨時中斷 隔天還取消了造勢行程 而民調顯示 愛爾多安目前陷入了苦戰 節目才開始十分鐘 就進廣告 十五分鐘後 土耳其總統愛爾多安 才回到直播現場 土耳中斷採訪 愛爾多安解釋 是身體不適 向觀眾道歉 但他結束專訪不久 就在推特發文 表示醫生建議他在家修養 將取消隔天的造勢活動 這場直播中斷意外 發生在土耳其時間星期二 時間距離土國總統大選 已不到一個月 尋求連任的愛爾多安 最近積極造勢 但是土耳其通膨嚴重 加上年初的大地震 都讓愛爾多安的連任之路 充滿不確定性 土國警方這星期 逮捕了上百名政客 律師 記者 指控他們跟庫德族 激進組織有關聯 被外界視為愛爾多安 又在打壓一己 結果引起更大反彈 愛爾多安最大的競爭對手 在野黨總統候選人 基里達歐魯 近來聲勢無搖直上 最近一次民調顯示 基里達歐魯有望在五月的第一輪投票中 贏得多數選票 跟愛爾多安進入第二輪對決 公視新聞 率寧編譯